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玉兰 首先带来宽新的是争议已久的花莲矿石碎风波 或财政部在今年1月12号公告合备 从14号起开征矿石碎4年 不溯及既往终于开征 那么花莲县沙石商业同业工会 新任理事长黄增光 率领了总干事彭国梁 以及常务监事等人 拜会花莲县长许真伟 期盼未来能够加强辅明合作关系 花莲县议会通过的花莲县矿石开采警官 维护特别税自治条例 在财政部卡关一年多后 终于获财政部在今年1月12日公告合备 14日生效 至14日起开征矿石碎4年 不溯及既往 正义已久的矿石碎风波 终于开征 4日花莲县沙石商业同业工会 由新任理事长黄增光 率总干事彭国梁 及常务理事庄牧顺等人 拜会花莲县长徐正伟 理事长黄真公表示 以目前花莲港海运运输量统计 东沙北运运量每年约260万吨 占花莲港每年运量四分之一 多过第九核川局 及县府公共造产 核川输郡及土石采取采购原物料 多过运输席选 其产业链金统计 花莲一年经济产值将近11元以上 沙石商业同业工会 每年有关土石采取仅关税 也依注县府约1亿6千万元 提供花莲大量就业机会 徐正伟表示 花莲为处地震带 河川辖场藏有沙石淤积 为加强核防安全 及避免河川水位溢出 常年需要输郡以利维护核安 这部分就需要沙石同业工会 以并协助协调土石运输作业 及县内沙石厂商席选作业 让县内输郡作业通畅进行 执判未来能持续加强 否明合作良好关系 才能共创双云局面 记者长方言 华林时报导